在前往沼泽的道路上 他得知了一个坏消息 其余两人都已获得了钻石 没办法 Forg只能加快脚步 来到了沼泽 Forg收起了来时的船只 不留痕迹 这是一个老练的猎手该做的事 但奇怪的一幕发生了 Forg再来到小岛中心藏宝点 开采完钻石之后 Forg发现一旁的箱子竟然空空如也 正当Forg拿到想要的东西 准备离去的时候 一条船告诉了他答案 惊恐之下来不及思考 直接偷船离去 但人往往不会一直这么倒霉 而回到大陆上 他便找到了某人的藏身之处 于是他决定主动出击 突袭基地 经过一番搜寻 居然这里曾有人生存过后 正准备搜刮一番 但那个讨厌的隐形人再次出现 Forg只好 仓皇淘窗